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些教授就分析 说你看 今天就连这样一个心中如此火热 这个爱中国的人 居然被习近平也拿出来给判刑了 这证明什么 证明习近平现在心里面为了维护政权是越来越害怕 有可能把他当做了双面间谍 是不是双面间谍我不知道 因为他有一名不是 他爱中国 或者参加中国这个活动都是公开的嘛 所以这一面应该是 双面间谍是不是的我不知道 甚至单面间的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公布他到底怎么犯罪 反而公布了他 什么这个负责号码 这个什么身份证号码 公布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干什么 对吧 这个是不是私人的公司 我们先不是管他 问题是我们不关心了 你说那个号码写一个1234586784 你知道这个东西干什么 对吧 我们作为媒体人和一般人知道就是说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对吧就像美国 美国抓一个什么 中国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俄罗斯人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联方调查就是会开记者会 或者是 警方司法部他会开记者会 他说这个人涉嫌 什么什么罪行 比如说司法部就宣布了一个中国特工梁吕唐嘛 就骚扰异议人士 他们娘家倒霉啊 昨天一天抓俩 中美各抓一个 而且都是 好像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因为撒利文和 王毅 开了会以后我们各首是一个人 交换 交换 这个东西是有很玩笑的地方 但是美国 有没有司法问题 那我们在美国当然知道有司法问题 但是美国有基本的司法城市 对 有基本的司法正义 什么叫司法城市 就是说 你做了这个事情按照一步一步来 我作为一个政府 我可以起诉你 我可以抓你 然后我公布你的大概的罪行 然后呢 你就到法国去决定你能不能保释 对吧 也许你就可以保释出来了 对吧 然后不然保释你被关起来 你有力是帮助你来进行辩护 对吧 然后 这个时候你是跟司法部打点认罪协议 我认罪认罪 原来判50年 现在你是判我5年10年 大家节省司法资源 对吧 那我不服 我们就去审判 审判的话呢有时候麻烦了 审理 你搞不清楚那个牌手团有文化没文化 有判断你没判断你 你根本搞不清楚的 也许 有些案子无厘头的 对吧 那么那些这个明明有罪 那些 陪伤罪说没罪 明明这个 没有罪 那陪伤罪有一个人说有罪啊 或者是他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 你有没有问题 我整体喜欢看这些故事 就发现冤家作业也不好 不少 但是整体来讲 它有一套 基本上的 司法的规则 司法的正义 对吧 中国就是 搞了30年 5000年文明了 5000年文明了 中国是5000年还是3000年我们不管的 日本说是4000多年 4000 50003000 4000都可以 1000年都可以 美国现在还不到500年 对吧 就是说 你始终连最基本上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成立这么多年 你连起码的这种 法制的规则都没有建立起来 对 你告诉我 梁先生 到底是哪个国家的间谍 对吧 是英国的 还是美国的 是加拿大的 还是法国的 都不知道 还是某个人 行为他做了哪些事 对呀 哪些事你写得很 你不要写得那么细啊 你至少说 跟中共官员勾结 你要切除了中共高官的 跟胡锦涛勾结 跟胡锦涛勾结 对吧 你列出来或者说 你偷偷了什么东西 拍了什么照片 或者是发了什么信息 你大概应该有一些指责 有些指控 你没有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讨论这个案子 没办法讨论 怎么讨论呢 对吧 另外就说他爱国华侨 爱国华侨干话事情都多了很了 而且正常人会当爱国华侨吗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到美国来 我们是第一代移民 每一天都忙得要命 对吧 为了生机解决 水 我可以说99% 到了美国来的正常人 都是很辛苦的 对吧 只有吃饱了卖食干 对吧 顾名钓鱼 再去搞这种华人的社团 再去搞这些东西 华人社团里面有一些确实是不错的 互相帮助啊 互相联络啊 也是有的 但是很多人太多的 进入这个政治中间 有的人就 参加民主党 参加共和党 比一般美国人都很极端 积极 还有的人就是 打得五星红旗 支持这个中共 你支持中共 在美国也不是说违反什么法律 而且说 你不要去骚扰 别人对中共的批评 就所谓的异议人士 你为什么要去骚扰人家呢 对不对 那你就是违反了 在美国国家的基本法律嘛 对吧 另外一个是你会帮助中国政府做这些事情 那都是违反的事情啊 对吧 这是在美国 你到了中国去 你打到爱国旗子的招牌 实际上你是不是被别人采反了 还是你们真的是被诬陷了 那按照我对建筑的了解 诬陷的事情多了 去了 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对爱国华侨是响亮的一个耳光 很多爱国华侨一讲到这个事情 爱国华侨间谍 就不会因为你曾经被什么总书记啊 或者什么外交部长学来接近以后 就成为你的保护商 保护不了他 越接近越可以 对 你在美国我就说嘛 我跟很多朋友 我在电视节目里也讲了 在美国就老老实实当一个 首发的公民或者是居民就可以了 少去参加当地的政治 因为你搞不清楚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如果来年 他要参加 你应该支持 不是反正在 因为他们已经从小在美国成长的 他们很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规则 你作为一个第一代移民 你搞不太清楚 你不小心就掉入了这个陷阱 美国监督这些官员是监督得很厉害的 那中国的官员是不是监督不知道 但是他们至少是 安全部门是盯得很紧的 盯得很紧的 那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我的这个案子一发生 我就是说 满脑子的一个问号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没办法去评论 但是对爱国华侨这个词 我是很不以为然 对吧 他是美国公民 为什么巧国啊 对吧 你都宣誓了 你对美国了 美国这是你的 一个国家 对吧 不要打得美国 华侨 华侨 到中国去招药上变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中国的这个司法的审判 我们姑且还叫他司法审判吧 他就变成 他叫政法 他叫政法 对政法审判 政法的意思是政治法 政治法 对对 所以他就变成只有一个罪名 对 没有任何的审判程序 甚至你他居然可以不公布任何的调查信息 跟证据 他只是给他一个罪名 对 这种情况 我我觉得可能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会有 也只有中国的官方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公布一个官方的文件和信息 因为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这都是笑话 对对 就变成是莫须有的罪名了 就是欲加之罪 何万无辞 对 就好像前不久 中国的这个被中国政府关押的一位异议人士 他的家属去找中国相关部门去问他他到底什么原因的时候 中国官方给他的理由是什么 那他将来会有罪名 就是我们将来会给他一个罪名 至于什么罪你不用担心 这在中国很多这个政法审判当中就是这样的 从抓人到最后关押秘密审讯到最后公布他的罪行 其实是没有罪行了 只有罪名就判了什么罪 判多少年什么处罚 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来说 就很多为什么西方媒体会说 习近平把所有的信息都关进了黑匣子里面 不光只是经济信息 包括所有的这个公民的一些犯罪信息也好 这个公民的生活信息也好 全部在这个黑匣子里面 今天西安的一个大学 他要求他们学校的学生要签一个所谓的什么 认罪承诺书 他其实他那个承诺书的名字叫做 保证 在 中亚 这个峰会期间 不做任何违法的行为 就签署这样一个 不犯罪承诺书 但是呢 根据相关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当中 讲的就是说 就等同于你 认罪 骗命认罪就是说你如果违反了这些行为 你今天签署这个承诺书那就证明你是 犯罪了 等于是他把所有人都假设为 你将来一定是罪人 为什么会啊 中亚峰会 在西安 中亚峰会 那中亚那些国家也不会就搞什么你的颜色革命不是搞什么事情 你中亚国家的对付不了 美国的你还可以紧张一下 对不对 不光只是要学生签这个承诺书 西安很多小区里面要这几天要凭证 要去聚会会领个证 证明你是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贴在你的车上 每天拿在身上 凭证 因为中亚会议也就是两三天嘛 搞得那么神龙 18号到19号 到21号还是 18 19 20 21 对 对吧 也不会有三天 四天 也没事 结束上四天搞得那么紧张嘛 以前什么杭州开会 还有什么 青岛开会什么 哎呀 中国能不能不要开国际会议了 到别的国家去开 你还免得上自己去劳命伤财 对 所以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我说中国将来开会选择一个鬼城 因为中国现在鬼城很多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 因为 可以帮助的地方把经济发展起来 而且会安全 安全 而且很干净 对吧 你想怎么弄怎么弄 想怎么弄 我觉得你这个好主意呀 好主意 雄岸 对 雄岸可以可以 我们接着来要谈谈雄岸这个鬼城 雄岸倒不是鬼城 我觉得不会呀 就是说雄岸你现在正好要人气啊 起来你赶紧到雄岸就可以 也是一本办法 对 包括埃尔多斯啊内蒙 对对对对 那地方被认为是 其实那些东西啊 短期之内都解决不了 因为 第2线城 尤其第3线第4线城 人家都不愿意去的 全世界都一样 多开几个大的国际会议不就拉起来了吗 对对对 或者干净叫国际会议城 国城 专门开会的城市 不能叫鬼城 这个名字太难看了 那他们就完了 对叫 会城 会城 对对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